目前我们上海没有封城 现在也不必封城 至于当前上海的疫情形势 我们将根据区业封城 咱们也就下定决心封上三五天 封上一周不行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上海我们这个城市 承载了不仅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 我们这个城市还承载了 在全国社会经济当中 承载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我想我们全部的上海使命 应该有这样的大局观 现在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事实 就是病房很紧张 隔离点没有环境 120没有车 没办 现在让我通知人家阳性 健康云上面是个阴性 我们过来人家打12345投诉健康云 搞什么搞嘛 现在连上海发布微博上面都关闭评论了 现在早晨四点多钟就来了 到现在都几点了 这个菜是不是要全部烂掉 谁也没得喝 上海有小麦铺有没有 吃没得吃 我是来支援的 无偿的 你知不知道 我们有浦东的居民 浦东的朋友们 他们收到大礼包 上面印的是宝山区政府 你让我们作为宝山区大厂镇的居民 是作何感想 我也需要上面有好的政策来给我 我可以对居民有交代 现实是没有 知道吗 没有 那个工作让我更新疲累 为了很难 我自己也有家呀 你们有家在不住 我这有家不能不要 要把他打死了 哎呦你天哪 我们都是一栋楼的 我们都是好朋友 你是来这里创演的地方 到我们这里很疼 阿姨一定要让人家看看 谁说外乡人在上海不定啊 哎呦好点这个 咸菜多吃一吃啊 警察给我们送饭来了 上海的好警察 几天没吃饭了 没看啊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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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早上的八字中 一两年 来来外外吃了两汤 我们也接受 我去外港 去外港英语肯定能接受啊 也有个多两汤 肯定就 我们来吃这个东西 那里的羊羊羊啊 只能煮出来个人 他不让你进吗 人家住在里面的不让人家进 有这个道理吗 你去给街道讲啊 街道就讲了这问题啊 我觉得最早街道 我原来昨天就想送给你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这个大家相互感染 但是呢 今天我想了想 因为贵多的都不会死人的 二要二是人的 这个楼你看都还没有封顶 进来了以后 就所有人先抢被子 抢床 那你告诉我 那你告诉我哪里收拾 我不知道 我不是在买 我也起来合理的 这种是连床都还没有支起来的 人家就直接睡地上 那你们发不发布置 发不发布置 等通知我们都快饿了 我们都快饿了 我们都快饿了 火再怎么办 你告诉我火再怎么办 火再怎么办 火再怎么办 我的孩子发烧了 欢迎你们在忙 不好意思 再饿死一下 不是说我们不配合 是我们作为志愿者 我们根本就对不了 这样的事情 对吧 这样的话人的志愿者 还怎么做 明天过后你们封条一丝 我们志愿者就不要做 一二三四五也打过了 110也打过 是吧 我知道您都打过了 您看有结果吗 是没有结果 我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在考虑什么事情 李老师 我真的很无奈 我现在 我比你更伤心 因为年纪于是一个家庭 我看到的是无数个家庭 对 你说谈的一切 我真的很理解 你的情况 我以书面的形式都已报 电话打过无数次 谢谢你 对不起李老师 我无能为力 是什么医生 他是有什么医生 他十分医生 他是人的饭 他只能做出一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